大家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一,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美股5月重拾上涨势头,富达说三大因素支撑股市回升 富达的量化市场策略主管DC表示,股市投资者可以将有利的美债收益视为支撑股市在4月下跌后上涨的因素之一 美国股市在5月初重新上涨,此前由于对降息前景的担忧,标准普尔500指数4月份下跌了约4% 他表示,尽管4月份出现了喘息,但牛市仍将持续下去 他还深入探讨了自己仍然看涨的三个原因,企业盈利前景似乎强劲 他在美联储最新的高级信贷员意见调查中发现了盈利乐观情绪 其中包括对大公司的商业和工业贷款标准收紧 6个月来出现了大幅下降 他表示,自1990年以来,在经历了每一个类似的6个月下滑之后 未来12个月的盈利都出现了增长 此外,分析师对科技公司12个月的盈利预期比去年同期高出25%以上 估值和动能显示股市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他指出,与债券相比,股票看起来并不贵 他通过比较市场收益,收益除以价格和债券收益率来衡量股票估值 当前股票收益率高于10年期美债收益率时 对他来说,这表明股票相对于债券便宜 他表示,股市的收益率相对于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 最近接近1962年以来历史区间的中间位置 过去的情况表明,标准普尔500指数 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大约有74%的时间实现增长 他表示,从今年早些时候股市的上涨来看 动能因素也是有益的 过去,当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上涨15周 并进入其历史范围内的前10% 接下来的12个月中有98%的时间上涨 中小型股看起来被低估了 他对中小型股感到特别乐观 因为他们落后大盘股一年多了 根据罗素2000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净率计算 小盘股相对于大盘股的估值 最近跌至历史区间最便宜的5% 他表示,自1990年以来 每当小盘股的估值相对于大盘股处于最便宜的50% 小盘股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就会跑赢大盘 他表示,相对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中盘股标准普尔400指数的收益率 最近跌至历史区间最低的10%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警告 美联储最好尽快降息 穆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 美联储最好尽快降息 因为如果利率不下降 经济中有些部分有崩溃的风险 赞迪在上周四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未来几个月美联储不降低利率 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他警告称,维持当前利率水平增加了经济衰退的风险 并可能暴露出金融体系中的其他裂痕 这位顶级经济学家说 利率正在腐蚀经济 他们消耗着经济 而且在某个时候 某些环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现在美联储所承担的风险是 官员们削弱了经济 导致衰退发生 如果我有一天能做主 我现在就会选择降息 因为我认为经济确实需要这样的缓解 赞迪指出 尽管经济的实力表明美国离陷入衰退还有一定距离 但较高的利率已经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 他指出 借贷成本上升已经导致贷款增长缓慢 并正在侵蚀信贷环境 这可能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压力 赞迪提到了去年地区性银行的倒闭事件 硅谷银行的最初垮台 引发了一场短暂的银行业危机 导致另外两家银行也倒闭 他说 在利率持续高企的情况下 我担心的就是这类事情 随着借贷成本保持高位 其他市场评论员也警告 可能出现更多银行业的动荡 亿万富翁投资者巴里斯蒂尔克预测 美国可能面临每周都有银行倒闭的情况 部分原因是高利率对商业地产贷款的影响 但美联储官员们似乎准备将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更长时间 因为美联储正在寻找更多证据 证明通胀正朝着其2%的目标回落 在过去三个月里 物价上涨的程度超过预期 三月份的通胀率为3.5% 暂停预测 美联储可能会再等待2到3个月 才会采取措施放宽货币政策 因为美联储正在等待通胀数据降温 这场正关注本周即将出炉的4月通胀数据 但今年激进降息的希望已经破灭 根据资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 投资者目前预计到2024年底只会有一到两次降息 而年初时的预测为6次 高通或今年6月完成第四代骁龙8的设计 目标核心品类提升至4.26GHz 此前高通首席营销官DM 在巴塞罗那举行的MWC2024大会上 宣布第四代骁龙8将于2024年10月发布 传闻第四代骁龙8将引入融合了NVDA技术的定制 凹氧内核 而且很可能采用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制造 据报道 高通正在对第四代骁龙8进行重新设计 预计在今年6月完成 目标核心品类提升至4.26GHz 主要针对苹果A18系列芯片做的修改 以便获得竞争优势 早前有消息称 第四代骁龙8计划在今年4月完成设计 核心品类为4GHz或以上 不过考虑到苹果M4芯片的性能表现 高通选择对第四代骁龙8进行重新设计 但缺乏对ARMV9架构的支持 可能会让性能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 第四代骁龙8不支持SME 可缩放矩阵扩展 而高通希望通过更高的频率 弥补一些性能上的损失 高通在第四代骁龙8上放弃了 以往基于ARM公版的设计 采用两个Nuvia Phoenix性能核心 和六个M核心组成的全新双极群 八核心CPU架构方案 会有非常不错的性能表现 不过大家可能更担心价格方面的问题 高通高管曾暗示 虽然CPU的定制内核不一定很昂贵 但高通需要在成本功耗和性能之间取得平衡 而且这是有代价的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微微的上扬 维持了一个小多头的一种感觉 那么空头尚未显现出强劲的力道 因此此轮的反弹的一个 尝试建仓和加仓过程仍在继续中 对吧 那么后续大盘会不会给回撤呢 应该会在高位附近有什么反应吧 一点反应没有也不切实际 对吧 就是高位阻力区这附近 至少有个小的回落 那悲观情况就是大的回落 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对吧 那么目前看来呢 大盘这个方面不是说太悲观 只是个股呢 有些图还不是说太乐观 所以对于热门龙头和大盘股 大家可以暂时先安心再看一下 看一下本周通胀数据对市场的一个干扰 是吧 还有啊 这个在技术面上 高位前期高点啊 它这个抛压的一个表现 抛压过弱势的话 我们还要继续在高位突破回踩止跌之后再加仓 是吧 那个股呢可能会面临着下跌线右侧直跌这种架构的出现 好 那那指现在空头没有显现力度哈 那么显现力度会怎样 暂时也不会怎样 我们把这根趋势线画好 这根啊 这不是两根吗 这陡下的先站着这么画 这根画一画 对吧 哎 下面这画了有可能深跌一下 连这根上涨就是现在它都跌不破的话 表面就是个潜滴哈 那么后续有强劲阳性还得加仓 对吧 这是我们做的思路 好在啊 上一周啊 几个交易日基本上就是横盘哈 给了多头更多的时间去建仓 是吧 至少是市场 那么只要后续空头不显现出力度 通胀数据影响不大 那么后续还是建仓的机会 好 那如果影响很大呢 那就要看空头的连续性了 我们说空头的回归 也是要连续的强势两根哈 你不是说给一根就一定会怎么样 暴跌了啊 不一定 你看之前这些阴线 这还有一根呢 这也有一根 它可以再微上去是吧 所以啊 我们啊 我觉得看两天到三天是比较合理的 只看一根可以像有时候 它在太疯狂了 这个市场 时随时就给你微上去 所以大家啊 要耐心一点 不要去抓那种啊 日一两天的一个波动 一两天波动很难把握啊 很难精准的把握顶和底啊 所以大家再看看这个位置 会不会再跌下来 好 看一下罗素 罗素是小盘股 小盘股近期反弹的力度 也是相当强啊 但是很多个股也没怎么反弹 这就导致了大盘指数和个股之间的一个分化 也就是说大盘自己在走自己的 个股之间也在走自己的 这是一个完全分化的市场 所以大家不要完全同步预期就可以了 那么罗素盘前微微的波动啊 这个位置空头啊 只要不连续往下点 应该还是要涨上去啊 出现大盘线啊 多头就会谨慎啊 所以我们说要看两到三个交易 是盘线的一个力度 那盘线这个过弱 还得往上看 那它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型的震荡行情啊 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小盘股啊 也是啊 真来真去的 对吧 所以适合局部波段交易 要快速的进场 或者是止损 也叫是止盈 对吧 这些操作要快速 好 道指 道指的反弹啊 是超出我们的预期了 对吧 太快了啊 比其他图都快 这样的话 只能画好趋势线 去看一些传统股的一个机会 对吧 这个图呢 你现在做多的话 止损就要更紧凑了 它随时下跌就随时跑了 谁对吧 不要去特别信仰 它一直会怎么样 标普综合来看 也是一个偏上扬的一种感觉 好 继续往上看 说这也多头也太疯狂了 是的 我们最怕的就是多头 实际上空头还好一点 其实都难做 空头也难做 多头也难做 多头难做吗 难做呀 很多人都忘了 那超级熊市的影响了 对个股 特别是个股 他忘性特别快 有些人 所以他认为 未来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不是荒谬的吗 刚发生过了几年 未来也可以再有 你看疫情之前 也有很大的回撤 对个股来说 就是很深的回撤 所以不是说市场不会发生 只能说概率 不知道高或低 反正有 有那种可能性 但现在好像还没有 所以这个波 他没有在这往下顺势下跌一下 其实之前我们顺势下跌 也是觉得他有可能给一个ABC 或者是重复上一波这回撤 他没有 那这边回撤 到高点之后 有可能是一个潜递 那如果力度过大的话 多头还得检查 因为市场随时都可以改变预期 他那些数据 他想对吧 他又变成一种感觉了 那你还得变 他那数据 他也不稳定 你没办法 你不能提前这种 有一种准确的预期 没有 他变就变 另外今年是大选年 这个大选之前这几个月 到底各方 他到底怎么去评估这些事 怎么去评估这些数据 发布这些数据 怎么调整政策 全部都是未知的 我们不知道 就罢了 他们其实也是不知道的 也在探索 到底应该怎么去找到各方 最佳的一个方案 甚至拼的你死我活 都是有可能 所以今年的市场 应该与现在开始 应该与局部波段的视角去看 不要预期太过猛烈 但市场永远都是很疯狂的 有时候 所以灵活应变 好 这是对大盘的预期 那VIGS 今天盘间有点微微的上谈 不过仍旧处在 并不是太恐慌的状态 那之前那波下跌 就是非常迅速的拉上去了 这恐慌 那市场又迅速的降温了 表明不想再跌了 所以市场的变化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 变化太快了 好 这是VIGS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表现 黄金的目前还是一个偏洗盘的状态 但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洗盘的话 也就意味着后续还得涨 是吧 整体的宏观大趋势没有变 没有变 但如果降息的话 也有可能导致它上涨 它有可能在这里在振一段时间 对吧 这是日线图 好 我们可以在刚才这位置画一个支撑区 看一看震荡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美元吧 美元呢 实际上这波的反弹是一个ABC浪 我认为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说对美元的预期 美元呢 由于建在这种环境呢 才适合稳健的去消化一些 长久 中长期的问题 所以核心的货币不能过于的猛烈 美元 还有人民币 还有比如说欧元 都不能过于猛烈的波动 那么一些其他的富裕国 可能你需要面对 快速贬值的这种压力 那这个位置的震荡 其实跟这挺像的 那么这个时间呢 有可能再维持一点时间 那么如果降息的速度过慢的话 它还是一种相对中性的一种震荡 对吧 不能过于的波动 过度的升值和贬值都是不好的 好 这是对美元的预期 十年期收益率也是如此 对吧 你收益率提的过高 这个政府支出 它这个代价成本过高 你就得把通胀弄回来 你收益率过低 又没愿意去买这个东西 对吧 但是债券有相反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 它也最好是适合震荡行情 这样呢 先稳一稳用时间来 用时间换空间 用时间来缓解经济上的一些困境 好 这是对宏观的一个判断 我们再看科技股 那么对于科技股的预期呢 一些很多一些图呢 也都到了一个临界位置 比如说ARM ARM呢 它呢 在本周呢 也将触及这个新的阻力区 横向的 斜向的 那么这个corner 又是我们需要观察的点 我们对半导体行业的预期 整体还是偏小乐观的 也就是说偏上行的概率 会略高一点点 但也仅仅是略高 因为临界位置 也完全可以有抛牙 对吧 因为市场毕竟在过去几个月 走出了一个稍微空头的感觉 但由于它是半导体行业 所以我们还是对它有点小乐观 所以我们的上行趋势线呢 要画好 那一旦出现破位的情况 可能意味着要减减仓啊 那如果持续破位先离场 对啊 持续方向砸就离场了 不要去猜底 因为个股的底 也是比较难以把握 好 这是ARM 台提电今天盘前有所回落啊 表明啊 这个上行过程中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啊 局部的小阻力 半导体行业呢 也是如此啊 实际上半导体行业 在上一周整体是疲软的 以疲软走势为主 对吧 看 在复横盘吧 五个交易日 那么这周比较关键啊 它是维持一个偏多头的视角 还是空头呢 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啊 我们没有定论 没有定论 它也完全可以再跌回来啊 好 这是 因为什么 因为市场也在观望啊 你看这是观望的表现 观望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也是一个重要的动作 买和卖是重要的动作 观望也是啊 这些都是重要的动作啊 重要的行动 行动计划 有的认为啊 不买不卖就不叫交易啊 那是你认为啊 好 这个就是观望 也是重要的动作啊 或者叫观察吧 因为有持仓的 有仓位比较轻的啊 都在观察着 好 我们看一下博通 博通的走势很明显 就是一个偏震荡的行情 那么上方也有一些阻力区啊 那么届时也要看抛压的表现 抛压过重 还得震 抛压 哎 变前了 就有可能上去了 那如果本周是大抛压呢 上不去呢 那中性的预期就震荡啊 悲观一起砸破支撑区 才会预期是深跌 对吧 那目前支撑区还是有效的 也是要观察吧 无需震荡 就是要观察啊 他最终选择的方向 阿斯梅尔的位置 也是非常的微妙 看到吧 这个位置 他正好是上涨趋势线 加低趋势线 横向阻力区的交汇处 他可以恢复到夺头 凸上去 他也可以恢复到空头 砸下来 谁赢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 这就是微妙之处 再看一两根黑线会更清晰 还有我们的英伟达 英伟达也是处在这种临界位置吧 他可以向上突破阻力区 他也可以在阻力区上附近呢 砸回来 形成震荡行情 那么整体他的悲观预期呢 暂时还没有 中性预期就是震荡 乐观一点就上去了 所以英伟达暂时 咱们不要太过恐慌 尽管我们之前有避险的行动 但是现在呢 市场也没有怎么动 所以还是一个尝试建仓 分批建仓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他跌下来呢 你可以适当检仓 对吧 等他直接再加回去 那不跌下来就上去的话 就不要乱动 好 高通 高通本周上周也是横盘 那么这周看看 继续能不能涨一涨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这个支撑区 放在这里来 对吧 其他的龙头股 微软目前也是一个 向上测试高位的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演化成头肩大顶呢 那这必须得使劲抛盘 是吧 那如果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反转呢 下跌一个小中计呢 就反转上去了 后续给一个浅回落 再继续上去 就是多头 对吧 市场是具有多解性的 Meta Meta也是多头啊 超微电脑 也是处在这种零件位置 横盘了好几个交易日 这样的话 本周非常的关键 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吧 不知道 再看一看啊 AMD肯定是比较偏空的 本周看看直接的情况 谷歌呢 谷歌有点回路哈 这个位置应该还是要再洗一下 横盘洗一下 好 亚马逊呢 其实也类似哈 跟跟谷歌 但接下来你可以看一看空头抛盘的力度 力度过大就少量减值 可以或者是先不要动了 不要乱动 特斯拉 看本周直接的 这一浪直接的情况就加仓 对吧 不能直接不能乱加 好吧 PLTR也是哈 他已经跌破这个支撑价位 这周必须得来止跌 如果再跟一根音线就麻烦了哈 就破坏了那个支撑区 就应该离场了些 本周如果给出大阳线哈 周一周二 就还是多头架构 但感觉有点悬哈 再看一下哈 这小板股就是没准哈 好 我们盘后呢 再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博弈情况哈 再见